寓言中说 十五日后的月圆之夜 我会被狼人撕碎 听妈妈的话 不要再去外面到处乱跑了 外面真的很危险 等寓言的日子过了 都是你自找的 早让你离那些狼人远点 还在外面惹是生非 也流淌千年的高贵血液蒙秋 简直是弗拉德家族最大的耻辱 好好想想 为什么这些狼人总是和你扯上关系 他们怎么不去招惹其他吸血鬼 自找的 早跟你说 好好想 狼人要伤害我 这不是我的错 我只是想尝试打破不幸的预言 你们能不能听听我说话 其实我已经 很努力做一个好孩子了 不要和你父亲顶嘴了 一切幸福 应有尽有 我被保护得很好 直到那个预言出现 占卜欲试 我将在月圆之夜 遭遇狼人喜气 而父母坚称 是我的某些叛逆行为 招致了不幸 被狼人猎杀 对吸血鬼来说是宿命 是一只笼罩于生活之上的阴云 我从来没有一个午夜 能够躺在公园的草地上 打开流声机 我放一首小夜去 一个自由平和的午夜 哪怕一个午夜 能够让我有一个喘息的时刻 该有多好 猫 猫 信念 是一只球鸟 什么 你问为什么一只猫会说话 那是因为它呀 它遇到了流浪的我 给了我食物和温暖的家 我想 那就勉为其难地 叫它一声主人吧 把主人救回来 帮助它解除诅咒 正是我的姓妙妙 你来了 鱼莎 鱼莎 我跟爸妈说了 但他们并不理解我 吸血鬼家族的一生 就像球鸟 东躲西藏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被狼人杀死 唉 我还有许多景色没有见过 就要沦为狼人的盘中餐了 是啊 外面的景色多美啊 绿油油的长笛 还满鲜花的小镜 香喷喷的 还有油满了鱼的池桃 这样说的话 那我还想要看芬芳的玫瑰 慈爱的月光 还有那些在月光下变身的狼人 嗯 如果是本庙的话 就算只有一条生命 我也会尝试的 能够遍体鳞伤的消耗万物 那也算不惜此生呢 尼莎 如果我们有机会 一起去看世界就好了 嗯 但愿之后有机会吧 我现在要离开这里了 你要去哪儿 诅咒高塔 诅咒 就是狼族和吸血鬼家族的诅咒 你能能忘记了吗 说起来 你们两族还真是纠缠至深 狼族会在月光下变身成怪物 而吸血鬼家族的血液 恰好是狼人变身的解药 如果有一天 狼人在月光下不会变身了 虽然也不会伤害德西拉了 对吧喵 难道我要先帮助狼人 解除诅咒吗 这可真是从未设想过的道路 不过 你应该不敢这么做吧 毕竟你不是我见过的 那些大人物喵 你的父母一定不会支持你这么做的妙 谁说我不敢的 我才不怕 这个办法对大家都好 为什么不试试呢 命运安排好了既定的路 但我想尝试挑战它 没想到你这么有胆量 看来我这条旅程非带上你不可了 那当然非我不可 不过房间现在被锁上了 你得先帮我找到钥匙 如果你的脑袋够硬 能闯过那堵墙的话 得西拉的房间被锁上了 这可难不倒本庙 幽灵特性可以自由穿梭房间 才不用脑袋去撞面 找到钥匙 然后我们再离开这里 去解除主人的祖照 小时候 我的背包里装满了来自世界各地 最稀奇 最珍贵的玩具 那时我以为 世界会永远温柔地包裹着我 呵护我长大 长大后 里面被换成了各种吸血鬼贵族的修养手册 而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 已不复杂 这里并没有钥匙 去其他地方看看苗 一朵玫瑰长在花园里 时常因为美丽而被路人摘下 玫瑰不愿屈服 身体里长出脊梁 想要摘下玫瑰 先要被尖刺伤 它让世界看见了自己的惊奇 世界充满不公 愿你我 都能手持利剑 这里并没有钥匙 去其他地方看看苗 今天给我准备什么打探了 一定就在那里了 来吧 穿墙可难不当我 找到钥匙了 我们去解开德西拉房间的门锁吧 那里边是诅咒的源头 我们的目的地面 不过需要小心变成怪物的老人 变成怪物的老人极度危险 好在他们智商不高 只会在一定的范围内走动 前面有一处草丛 我们从那里穿鞋而过 干得漂亮没有 我们继续前进吧 叫我喵老大 阿 丧了 老人发现德西拉了 危险 你怎么了 别出声 我认识这只狼人 娘 他是谁 他是 生命显赫的狼族直视科尔特 也是我的 救命恩人 那我们还躲什么 走 不不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十年之前 夜幕下 狼嚎生 三只狼人 咬行凶 先往西跑 再往东 落入我的心 看起来太美味了 你们说 这次是不是能卖个好价钱 武器中 狼嚎生 三只狼人 要收工 武器中 狼嚎生 三只狼人 要收工 有人笑 有人疯 鼻涕涕涕的 故事中 又是你们几个 看来上次的教训还不够 是科尔特大人 我头上的伤还没好呢 我们知道错了 科尔特大人 您安好 快跑 他们几个 我会派人处理的 先护送你回去 这位吸血鬼 先生 别靠近我 怎么了 看来传说是真的 狼人一族会在月光下 变成怪物 快 快离开这里 对 我应该趁现在逃跑的 保护好自己 是一只高贵吸血鬼的 生存法则 还不走 是想被我吃掉吗 可他刚刚救了我 他看起来很痛苦 我要帮助他 再 让自己置身险击 是愚蠢的吸血鬼 才会做的行为 不不过 我要帮助他 不不过 我要帮助他 不不过 我才不是要救你 我只是觉得今晚的月色有些冷清 不太优雅 就顺便遮挡住了而已 我是德古拉 也是皇女德西拉 德古拉 是我桥中打扮成男孩的身份 那时候 我经常扮成德古拉跑出去玩 那一次 我遇到了狼人科尔特 他坚持把我送回家 一路上 我帮助他遮挡月光 而他帮助我 阻挡对我心生歹意的狼人 那段时间里 我们似乎忘记了彼此的种族 我不理解 父母一直不允许我和狼人接触 说他们都是贪婪 恶毒 残暴的家伙 可我却总是忘不掉他 那位名为科尔特的直身 他和父母口中的狼人并不一样 但之后 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他 对于他的记忆 就这样停留在了回忆中 那一段回忆是真实的吗 或许 只有手中科尔特 留给我的那些礼物 清晰地告诉我 一切都是真的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